爸爸是大厨就等于有口福吗 不是一般家里不做手的时候 大儿子小儿子很喜欢吃鸡 所以我会变着方法的去给他做一车鸡的 父亲节你不想学几道硬菜做给爸爸吃吗 做这个鲍鱼饭最重要的话就是熬这个鲍鱼 红烧菜就是这样 先大火再中火再小火再大火 做这道菜呢没有什么难度 一定要炒香 父亲节你为爸爸准备好照顾了吗 父亲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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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烟 本周日呢就是父亲节了 首先在这里啊想请各位 先跟我一起来看一些电影片段 这些片段呢是出自 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 宗师级的大厨父亲 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 为三位女儿准备堪称豪华的盛宴 但是有一位大厨父亲 真的你就会很有口福吗 我想可能未必 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这些奋战在厨房里的父亲们 还记得浦东富豪轩以炒饭建成的陈文师傅吗 一份报纸炒饭让陈师傅被中国大厨 聘为特聘讲师 想跟陈师傅学烧菜 学费可不低用 但今年陈师傅又多了一名新学员 那就是十岁的陈瑞明小朋友 这么小就开始学烧菜 难道是准备自成赋业的节奏吗 没有没有这样想着 陈师傅就是为了让小孩子们能够独立一点 能烧自己喜欢吃的菜吧 像我们做餐饮除了这样 太累了 太辛苦了 如果你要有一定的成就 必须得付出很多 从这满桌的荣誉可以看出 陈师傅确实为此付出了很多 其中也包括陪伴两个儿子成长的时间 自己创业之后 能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 因为小孩子成长呢 其实是很需要父亲的陪伴的 我呢 反正回到家里 我小孩子喜欢吃什么 或者想去哪里玩 我都会满足他的 我大儿子小儿子很喜欢吃鸡 所以我会变着方法地去给他做一些鸡的 陈师傅给儿子们做过摇炉烤鸡 做过瓦钢烤鸡 也做过电饭包盐焗鸡 这次教儿子烧的 就是这道相对简单 家常一些的炒鸡 这个炒鸡我也给它炒过 而且它特别的爱吃 这个操作比较简单 方便 容易些 没那么复杂 看食材确实不是很复杂的样子 做这个炒鸡一般要选用四到五个页的鸡 最好 不能太嫩的 太嫩的话炒出来也没那么香 鸡选好就可以改刀了 鸡肉可以尽量切得小块一点 这样更容易炒香 炒入味 我们因为全面已经洗干净了 弹好以后就不要再去洗水了 因为洗了以后 鸡炒的时候会出很多的水 而且不香 生炒之前 我们还得先把姜蒜煸炒一下 这里陈师傅用的是菜籽油 火大的话就稍微调小一点 然后放入姜粒 蒜粒 我们姜粒 蒜粒最好就切为稍大一点 炒成金黄色 然后就可以放入鸡块去炒了 第三步 炒鸡块 姜粒 蒜粒的香味充分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放入鸡块下去炒了 炒鸡用大火反复翻炒至少十到十五分钟 我们做这道菜没有什么难度 一定要注意要炒香 炒到把水分炒出来 然后干香的那种 然后能把这个鸡啊 姜啊 蒜啊 充分地融入在一起 鸡块炒至干香后就可以调味了 可以把火先关小一点 调味加五勺味达美极鲜酱油 半勺白糖提鲜 一勺老抽上色 我们放到调以后 如果我们过于干 那我们要稍放一点点水 稍放一点就可以了 大概的勺子也就三勺左右了 把那个调料啊 融入鸡里面进去 这让这种鸡更加地容易入味 继续大火翻炒 把水分收干就可以了 想要味道颜色更丰富一点的话 还可以在最后加一点青红辣椒 再稍微翻炒几下 就可以起锅了 虽然不能时刻陪伴儿子们的成长 但孩子们对陈师傅的爱 却是一点也没有少 这边就是准备了一个 就是去年他们发给你的那个 就是父亲节祝福的那个 这个点烦烦 那今年父亲节 陈师傅又有什么愿望呢 就是想能都陪陪小孩吧 在厨房里呢 也有很多是儿子受父亲的影响 然后呢走进后厨 从此自成副业的故事 有个当大厨的爸爸 就等于有口福吗 家里妈吃妈的多 厨师一般家里不多 烧多少 不烧菜的 外面烧那么多回去不想烧 那父子俩现在谁烧菜更好吃呢 现在我比他烧得好呀 他因为年纪大了 不怎么熟练 我们我现在一切够围住 八年前父亲李明福 在三菱老街开了一家本邦菜馆 随后儿子李悦也辞去了 在上海老饭店的厨师工作 回来帮父亲一起经营自家的餐馆 2014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 让三菱本邦馆名声大造 李博荣大师一家五代为厨的故事 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爷爷和爸爸都是大厨 李威李悦两兄弟的学厨之路 自然也比别人更有优势 我的爸爸他是叫爷爷了 到了家里你们这段时间在外面 学了什么东西 做给我看看 住在不对的地方 也跟你马上就更正了 有时候爷爷要逼逼着你 做的有些东西 比如说工夫菜啊 什么东西啊 雕刻啊什么都逼着你 年少贪玩 学厨艺未必够主动 但父亲的一道拿手好菜 却能成功勾起孩子们 对厨艺的好奇与向往 红烧和蛮 烧得挺好的 这小时候 他有时候帮人家去烧饭的时候 那个东西好吃的感觉 是因为烧出来亮得很 你知道吗 谁呀这么丑 烧到后没那个时候在想 如今红烧和蛮 也早已成了李悦师傅 自己的拿手菜 但相比红烧和蛮 红烧回鱼 这些颇费功夫的经典红烧菜 李悦师傅最早的厨艺启蒙 其实还是父亲做的一道 红烧家常菜 就那个什么红烧带鱼啊 记得 哎呀反正感觉很好吃 小时候还让我翻了 翻 对 带鱼翻锅 大概多大时候让你翻锅 是啊 八岁啊九岁啊 八岁啊 那个是炒鸡蛋 也要很翻的 倒是谁就是比较积极 就是说我们翻锅 看见吃的都积极 小的是 那今天就来学做这道 让李家兄弟 抢着翻锅的红烧带鱼吧 不过这个带鱼 究竟是该腌 还是不腌呢 如果你不腌的话 吃上去比较鲜 肉比较嫩 它腌制了以后呢 它肉比较紧一点 而且咬上去有股香味 我喜欢吃到后面是 收口的时候有点咸味 如果你不腌的话 它收口的时候没有咸味 所以喜欢吃嫩一点 鲜一点的 腌制这一步 就可以省去了 喜欢肉质紧实一点的 就可以先把带鱼 腌制一下 一条带鱼 加一把葱段 半勺盐 两勺料酒 一把姜片 要腌制10到15分钟 有的人不是很喜欢吃甜的嘛 你腌得再稍微久一点 让它咸味再进去一点 那腌制好之后 带鱼应该先煎一下 还是炸一下呢 你建议的话容易粘锅 我建议呢 还是炸一下比较好 因为它出来不容易碎 煎的话太容易碎掉 第二步 炸带鱼 炸带鱼开大火 等把锅烧红之后 再倒油 油温不用太高 基本上油倒下去之后 带鱼也可以跟着下锅了 每片炸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像稍微炸成这样 旁边已经有点焦了 这里面水分保湿在里面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油温升高后 可以两三片带鱼一起炸 油也不用太多 大概只要李师傅 这次用量的一半就够了 第三步 烧带鱼调味 放入葱姜爆香 其实你烧的时候 把这个葱姜 变得稍微有点焦 吃起来更香 倒入带鱼 开始调味 两勺黄酒 一勺半老抽 放这个平的 不要碳满这个糖 一勺就过了 生抽加个半勺 像平常别人是直接加水来 你不要加水 你直接开大火 开大火给它这样晃一下 晃个两三分钟 把里面的糖给它化掉 把酱油的味道给它烧出来 因为这样上颜色比炒上 你能看见它那个颜色 深浅 一下子能看出 等糖化掉 就可以加水煮带鱼了 你就看把这个带鱼啊 也不要全部摸掉 到三分之二左右 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时间和火候 你可都要记清楚了 首先开大火 开大火让它滚起来 滚起来以后 烧个一分钟左右 然后转中火 加盖焖煮七分钟左右 将水煮到只剩原来的一半 烧到一半以后 你再开小火 烧个两分钟 更加让它露味一点吧 红烧菜就是这样的 先大火 再中火 再小火 再大火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还要再转大火收汁 你大火收的时候 锅子要动一下 不要用勺子去推它 推它因为会散掉 你像这样不会摇的话 你就这样前后也可以晃 不要让它粘底 这个水收掉三分之二 你就差不多了 小药色泽更好看 还可以多一步勾芡 一定要把这个定粉啊 给它这样 像这样搅匀了 你勾芡的时候 速度一定要快 如果你慢的话 它会沉浸下去的 会不均匀的 勾芡的时候开大火 你勾的时候啊 不能哇一下子倒下去 它要这样慢慢的 慢慢的这样晃 好的芡粉呢 稍微放一点 它基本上就可以定型了 最后再撒上一些小葱花 就可以起锅了 把带鱼一块一块 小心地夹出来 最后淋上酱汁 就大功告成了 小时候都是爸爸烧儿子们吃 今天儿子难得烧一次家常菜 就让爸爸第一个来品尝 点评一下吧 你做了呢 假如我烧的话呢 我在颜色上面呢 我稍微可能还比它浅一点 颜色上面的呢 稍微好像是美的 酱油丝好像有点多了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所以我们再加烧的话 也可以再少放半勺老抽 不好它会说你 一好就放在心里 不说你不说你 就是等于是好了 满意来 但是它公共是有那个表演的 澳大利亚好像是个电视台 那不如趁着父亲节将近 父子俩就来当面夸一夸对方吧 爸爸的话作为一个老板 或作为一个大厨 就要你佩服地方 就佩服吗 这么来说你还在拼呀 像他四五点起来 最晚回去还是他呀 十点钟到家 你说也不缺钱了 钱其实你老板赚的也蛮多来 对吧 不缺缺钱了 你该享受享受来呢 他还没享受还在拼 对吧 他这样拼嘛 我们也要拼得呀 对吧 榜样在这里 在JW万豪侯爵酒店三楼 隐藏着一家奢华的宅底私房中餐厅 林 餐厅以林小姐的成长背景为灵感 既有曼妙的中式底蕴 又有优雅的法式风情 翻开餐厅菜单的第一页 有一段来自林小姐的话 自我记事起 餐饮之事便是家中的一大药物 从上海到香港 从中国到法国 莫不如此 无论是和点心师傅 鼓到一枚梅天鹅酥点 一护洗手做羹汤 同法国婆婆 学习家传的红丝绒泡芙 家常之味 蕴含的往往是温暖人情 而将林小姐对美食的记忆 幻化成一道道真实菜品的 就是这位菜地友师傅 同时她也是三个可爱女儿的父亲 大女儿嘛 比较喜欢吃甜的 那女儿嘛就比较喜欢吃那些比较香口的东西 小女儿嘛她也是喜欢吃那种甜的东西的 虽然对女儿们爱吃的菜都如数家珍 但一年到头 蔡师傅却很少有机会能为女儿们做菜 而作为零餐厅的主厨 蔡师傅把每一道菜都当作是为自己挚爱的家人所烹饪的 让客人也能感受到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就是特别有温暖的嘛 上到客人面前 这个菜还是就是在家里面刚刚烧出来的 很滚烫的一种感觉来的 为此蔡师傅也花了不少心思 比如会在叉烧底下垫上烤制200多度的海盐 隔着一层食用的油脂 既能保证叉烧的热力 又不会影响叉烧的口感 很多人应该都吃过爸爸烧的酱油炒饭吧 这道黑松露鲍鱼饭 则是对酱油炒饭的一次奢华升级 今天蔡师傅就要来教我们做这道鲍鱼饭的家庭版 做这个鲍鱼饭最重要的话就是熬这个鲍汁 如果家庭版本的话除了鲍鱼的话 我们就用半斤老鸡 然后再用到半斤的五花肉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话还是要用到这个老姜 姜片在爆汁里面的话 它是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第一步要先把姜片煎一下 煎姜片用小火 分量一定要足 而且一定要煎黄煎透 把姜的香味都煎出来 煎好了之后 就把这个姜片先捞出来 第二步 把鸡肉五花肉也都煎一下 煎鸡肉开大火 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先倒出待用 煎五花肉同样用大火 同样要煎至两面金黄 把之前煎好的姜片鸡肉再倒回锅里 再煎好的鲍鱼此时也可以下锅了 所有食材一起开大火翻炒 炒个大概一两分钟 烤它然后加开水去包 第三步 加水煎至 将煎好的食材倒入砂锅 然后再倒入开水 加水加到砂锅的八成 大概两斤半左右 可以加一点冰糖下去 起到一个让这个食材快速地包烂它的一个作用的 先大火烧开 然后转中火 加盖 煎至少一个小时 第四步 调味 煎了够时间之后呢 就看一些这个汁 如果不够冷稠的话 就开大火把它收冷稠之后 去调味就可以了 盐只要加一点点 蚝油加两勺半 生抽一勺 老抽半勺 再开小火 味道给焖入 那个鲍鱼里面去 就可以把这个汁给隔出来了 第五步 过滤爆汁 先将煮烂的鲍鱼捞起 再把鲍鱼过滤出来 这个渣的话也是可以拿来拌饭啊 拌面吃啊 都是很好的 鲍鱼搞定 终于可以用来炒饭了 炒饭这一步就简单多了 大火先把饭炒香 然后加鲍鱼 一大碗饭 鲍鱼大概加一火锅勺的量就够了 要把这个设置调好 大概一勺多一点的老抽 在酒店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加一点这个黑松露下去 会比较提香一点 家庭版黑松露也可以省去 直接加点小葱花就可以了 最后再加入煮好的鲍鱼 简单翻炒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餐厅卖108元一味的黑松露鲍鱼饭 父亲节你也可以尝试在家做给爸爸吃哦 最好是父亲节 我能够回趟家陪陪我的父亲 然后我女儿也可以陪陪我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在厨房里说故事 做名菜 我是王烟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么大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呢只有晚餐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兴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不会互弄吃火 更正宗 更上导式的传菜